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今天一张合照刷屏了 在中方斡旋下 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实现所有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 那从这张人数众多的合照上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这次大和解的来之不易与珍贵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宝贵希望 巴勒斯坦各派别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北京是重点也是亮点 传递出大和解背后的中国努力 把各派别高度赞赏 中国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 结束分裂同一巴立场所做的真诚努力 评价中的真诚二字可谓一语重地 真诚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态度 也是中国能在国际上扮成很多难事的原因 因为真诚所以被认可受信任 当前加沙冲突延宕 外议影响不断扩散 有的国家还在继续拱火交游 中国则真诚劝和促谈 并提出走出冲突困境的三步走倡议 我们看中的是道义 主张的是公正 展现的是担当 锚定的是和平 大家一定还记得 就在去年在中国的推动下 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国曾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更一次次地用行动实践着这一倡议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而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未经许可 2 谢谢观看